96168回答问题啊 您就几乎获得由世纪东都国进行程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消息 郭德纲领先主演的电视剧《县长老夜》拍摄现场 昨天呢先后迎来了两位艺人 阿牛和林心如 在阿牛面前 老郭会有一副老前辈的架势 可是面对林心如 他却难得有些紧张和腼腆 我知道说郭老师很喜欢站直 自写得很丑 阿牛带着礼物前来喊郭德纲的班 可一个流行歌手和一个串行演技的相声演员 他们怎么会凑到一起呢 主要是因为郭德纲老师 因为他上次在我 就我刚发的新专辑 你最牛 那在你最牛这首歌里 郭老师就帮我说了一段相声 我当时是捧根那样子 在阿牛的青春集《你最牛》中 郭德纲友情客串了一把 此番阿牛主动登门道谢 老郭是否也会让阿牛 在自己的心系现场老夜中 看你什么角色 自己可以来串一串的 这回这剧太传统了 可能就是这么阳光的人不适合 客客气气地送走了阿牛 老郭又迎来了今天的重头嘉宾 他会是谁呢 说的人怪不好意思 林心如老师 你好 来来来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 第一次 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好 我问你林心如 我也说屁他说挺好 老师不要想象中年纪很多 真的呀 你们都给我太老了 够一万人都说我现在本人年轻 年轻很 是吧 我十四 第一次合作 林心如也一个留学归来 又对老郭饰演的县长老爷 心存爱慕的女孩 今天的戏就是林心如去探望 被人陷害入狱的老郭 虽然戏份不多 可生长在台湾的林心如 还是被二口的台词 攒住了 我告诉你一个新大的消息 9月18号日本人就要打到东北沈阳 日本人就要攻占西洋 这也很难 9月18号日本人就要攻占西洋 北战 他们就要打到华北来了 第一场对手记下来 原本身份的二人也熟了起来 刚刚还饱受台词困扰的林心如 就对老郭如何记忆大段向上台词 产生了兴趣 而林心如肯定想不到 所以上说要邀请他说向上的郭德纲 其实是另有设计 所以这个 大花碗知道吗 大花碗 大花碗的下面扣着一只 大花活活蛤蟆 大花碗的下面扣着一只大花 把这个字下面去掉 大花碗下扣着一只大花活蛤蟆 大花碗的下面扣着一个大花粉蛤蟆 慢慢扣吧 慢慢扣 没有 没有 好好演戏吧 这下单功夫了